土耳其总统雷杰弗太一傅埃尔多安颁布法令,降低了外国人成为土耳其公民所需的存款和投资标准,让外国人更容易成为土耳其公民。 官方公报公布的法令着,外国人现在只需持有50万美元土耳其银行存款,且固定资产投资达50万美元就可以成为公民,而之前的存款为300万美元,固定资本投资为200万美元。 与此同时,如果个人雇佣了50人,并且拥有价值25万美元财产的人也可以成为土耳其公民,而之前为雇佣100人,资产价值为100万美元。 这是埃尔多安颁系列举措中的最新法令,目的是为了提振陷入困境的土耳其里拉格第二季度经济傍款。 上周,埃尔多安总统下令禁止签订以外币结算,或挂钩的构销,出租和租赁合同。 今年8月,土耳其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下跌,下跌了近四分之一。 但投资者对国内经济政策感到担忧,起埃尔多安法对高利率,尽管土耳其安行上周大幅调高基准利率,有6.25%至24%, 据土耳其总统网站报道,埃尔多安将在安卡拉总统官邸会见,在土耳其工作的美国公司代表, 据称,他将会见30位高管,其中包括微软和谷歌的代表。 本文选题编译,Trainable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